大家好 欢迎收看希望看新闻 今天是北美时间9月19日 我是李源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简讯和话题 简讯内容有 时代风云人物 港人在居榜首 蔡英文宴请美国副国务卿 日本新首相期盼和蔡英文通话 外贸关系紧张 中加自贸协定谈判已终止 今天的话题有 大陆许多外贸人员爆料 银行卡遭公安冻结 中共雇地匹砍果树 逼农民5年内只能种粮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简讯 美国时代杂志18日公布今年风云人物的读者票选结果 这次共有470万名读者参与了投票 香港众志前主席罗冠聪获得3.8%的得票 排名第一 这是继去年的香港示威者后 再次由香港人夺得票选第一名 时代杂志在公布的结果报道中 形容罗冠聪是香港民主运动的领袖之一 也是香港历史上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 在中共推出港版国安法后 罗冠聪流亡英国 今年由于疫情重创了各国 医护人员获得了这次票选的第二名 同时各国的领袖也榜上有名 比如川普 习近平 金正恩 德国总理默克尔 俄罗斯总统普京 英国首相强生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 蔡英文也以台湾总统的名义登上榜单 时代杂志的编辑评选结果将在22日公布 台湾总统蔡英文于当地时间9月18日晚间 在总统官邸宴请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 和他率领的访问团 克拉奇是41年来访台的最高层级美国官员 与此同时 中共则高调派遣总计18架的战机 多次飞越台湾西海岸空域绕台 中共国防部还宣布在东海举行实战演习 使得台海紧张局势进一步加深 蔡英文总统在晚宴中感谢美国政府支持民主台湾的立场 并表达台湾有决心踏出关键的一步 透过彼此面对面的意见交换 将会为台湾和美国更深化地合作开启新的里程碑 评论人士指出 蔡英文所说的台湾有决心踏出关键一步意味深长 对于台湾 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宣布独立和美国建交 而这也牵动着整个台海局势的走向 将叫板中共是否真的敢打响第一枪 中央社报道 日本前首相森喜郎18日告诉蔡英文总统 日本新首相菅义伟期待和蔡总统通电话 如果这两位领导人通上电话 将会是日本与台湾断交48年以来的头一次 评论预计此举将引北京生气 此前 新任首相菅义伟在回答习近平的祝贺时表示 欢迎习近平访日参加20国峰会 希望两国关系推上新的台阶 但上台后 他任命亲台派的安倍晋三的弟弟岸信夫出任防卫大臣 从这可以看出日本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 加拿大外交部长商鹏飞表示 4年前启动的中加贸易协定谈判已经终止 他18日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的采访时说 因华为主管遭逮捕和两名加拿大公民 显然因为报复遭中国拘留 导致两国关系升变 他目前已经看不出推动这项谈判继续下去的条件 商鹏飞的这个评论代表加拿大对中国态度倾向强硬 加拿大更向着美国 澳洲和欧盟部分国家方面靠拢 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话题 大陆的许多外贸人员爆料 银行卡遭公安冻结 今年以来 中国大量的外贸从业人员抱怨自己的银行账户 无故地被公安冻结 而且解冻手续复杂 甚至被要求付罚金 9月18日 微博知名财经博主《风中的厂长》 提到他的义务客户的银行卡被冻结 这条博文引来不少外贸圈人士的回应 留言显示 义乌 广州 深圳 上海 福建泉州等 外贸比较发达的地区 一大堆业内人士的银行卡被冻结 冻结金额从几万到上千万人民币不等 这些人各个在比惨 尤其是中国农业银行则成了冻卡的重灾区 冻结银行卡的部门绝大多数是异地的公安 例如 他们提到了河南的公安 还有内蒙 重庆 兰州 云南和新疆的公安等等 有人的银行账户被冻三天后解封 然后再被冻半年 有人说去年被冻不知道猴年马月能解决 有人被要求支付冻结款的15%已解冻 有人被要求先去冻结地交一笔罚金 还有人说 警察都是流氓 有一个经营户被冻了 那边直接说要30% 否则无限期给你续冻 基本属于拿不出来的了 这些涉事网友多数不清楚银行卡被冻结的具体原因 只知道圈内出现大量类似事件 有的人甚至说 朋友圈基本天天有人通知被冻了 一位账户被冻结了7次 四次遭外省公安约谈的外贸人员杜月 9月10日在义乌当地十八腔论坛发表贴文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杜月写道 最近不断地听到义乌朋友抱怨 银行卡好端端被千里之外的公安局冻结 好端端的货款怎么变成了赃款 并被强制要求准备各种资料 前往一个素不相识的地方去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自己被公安告知 冻结他账户的理由是所谓的电信诈骗和赌博 他说 假如某地有人报案 说自己的钱款被网络理财公司诈骗 当地的公安局就可以非常高效地在电脑前 冻结任何一个他们认为存疑的账户 不论是在何地 不管是哪家银行 一个账户还可能因为同一个案件被不同地方的公安盯上 而外贸人员的账户更容易被冻结 杜月表示 银行卡被冻结后 当事人需要前往开户银行查询冻结天数 冻结的公安部门 经办的警察和联系方式 对于这一现象 有大陆网民感叹 今年外贸太难做了 当局或许要打土豪了 也有网友说 领导缺钱花了 以前放水养鱼 现在该收网了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大陆的粮食问题 中共对外一直声称粮食库存充足 下粮丰收 但是近日爆出多地以恶劣手段强迫农民砍树种粮 寒冬杂志近日报道 有很多农民证实 中共为了逼迫农民砍树种粮 威胁要收回他们的承包权和经营权 逼得老人被迫种田 在外打工的人也被迫回乡 山东省新泰市石来镇当地政府要求各村在五年内不能种树 只能种粮 必须在限期内砍掉已经种植的树木 改种粮食 有村民说 政府雇人在夜间偷偷把一个村子的羊树全部剪断 另外十几个村子的树在7月份也被毁掉 一位60多岁的村民说 那些地痞拿着长木棍 谁反抗就打谁 谁敢吱声呀 这次砍树是强制性的 没有商量的余地 成都市政府也发文 要求退出果木种植地改种水稻 当地的农民也被强砍果树 菜园也被毁掉 逼种水稻 而在广州市 一个村子即将收成的果树和蔬菜 在17天内全部被产掉 种上了稻谷 在大陆 中共控制了土地的所有权 农民只有承包权和经营权 政府一会儿叫种果树 现在又要求种稻谷 不种还要收地回去 什么都是政府说了算 也有村民说 新闻都在讲国家有很多粮 现在又强制我们种粮 政府从来不说实话 这不是明摆着没粮是吗 被毁果树的农民找到地方政府理论 得到的答复是 政府不让栽树 让种粮食 村民都说 政府号召种粮食因为国家的粮库空了 由于过度的开发土地 大陆的可耕地面积逐年在减少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今年大陆粮食的主产区经历了疫情 洪灾和虫害的侵袭 9月18日大陆媒体报道 小麦和水稻的主产区安徽省 受洪水影响超过1800万亩农作物受灾 550万亩绝收 而安徽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陆粮食的风向标 另外 澎湃新闻18日引述山西省湖关县粮食中心发布的调研文件说 湖关县只有500万斤储备粮和市政府要求的储备规模还相差500万斤 因此 现有的储备粮难以保障县内的粮食安全 文件中指出粮食储备短缺是由于财力相对不足 以及领导重视程度不够等原因 文件还说 湖关县应急供应网点的调控能力相对薄弱 而政府的扶持和资金配套也没有跟上 这件事经媒体报道后 这份文件在县政府的网站上已经看不到了 好的朋友 感谢收看希望看新闻 欢迎您点赞并点击小铃铛订阅 也欢迎您转发我们的频道